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已经很感激了 也许他这话就预兆了我们这个 之后是近20年的这个友谊吧 第二天我骑自行车 继续走了15里路 到了丁边县城 使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应该是国庆节 那不是就应该放工价吗 我怎么想到要 趁这一天去找 相关单位呢 显然是没有指望的 但是我还是不甘心 我就在县城里走动走动 也不大嘛 骑自行车走了走 走了一个是走了政府 到了门口 当然不办公啊 等于认了个地儿 说难免日后要用得着 是吧 拍了几张照片 然后无意中 找到了一个单位 这个单位我觉得跟这个 看起来有密切关联 就是黄河水利 什么什么保护 还是什么什么流域 什么维护 什么委员会 反正跟黄河有关的 是水吗 我想这个也属于黄河流域吗 当然是跟黄河还有点距离 但是属于流域流域 那库尔大支 总之它是水方面的事情 是不是也有关联呢 或许有关联我抱一线希望 跟传达士老大爷聊了一会儿 他说你聊这个是干什么呀 我说你看我是想干什么的 他看了半天 我说你猜猜他 他猜你看来是大学教授 我说你看我这长发 那时候我就是留着长发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德行 自由主义的这个象征 就是头发长 和别人有所区别 到现在也踢不踢不短 一踢就是个多傻 都是欺识的人了 还是长发 大家见谅了 然后他说是不 我觉得你谈吐还是像是大学 至少是教书的吧 我说大学教书到这来干嘛呢 他说我估计你也就是写书啊 或者怎么来考察 要不怎么问这些话题呢 我说谢谢你 这老大爷还是 还是有慧眼啊 至少知道我是大概能干个什么 我还是趁早告别吧 离开了这个黄河水利委员会吧 我想起来好像叫黄河水利委员会 在定边县城没有任何收获 当时那个石大白也没有手机 所以我也就只好就告别二楼村 但是要补充一点是前一天 晚上啊 就是我们下午我们不是去堵水壶啊 走了这么一圈 第二天一大早我向那个石大白要了个墨水瓶 这几度有点天真啊 要了个墨水瓶 专门跑到湖里去 找那个最脏的地方 装了点这个水 拧得紧紧的 甚至还拿蜡 找那个蜡烛给封了一圈 我想这个应该带到北京去花言花言 就此上路 第二天我离开以后呢 就这一路呢 断断续续到陕北 在陕北我不是周转了很多地方吗 恒山首先是我的第一站就是恒山嘛 我这个后来的老朋友就是雷建忠啊 又到了延安 又到了就是那个三十里铺 前面都讲过的 又到了山西 过了湖口到山西 山西永继啊等等等等 那有几个那个小年轻 在网上打假 非常奋勇 他们欢迎了我 所以那时候显示出网络的这个作用啊 他们早早知道我要走的这条线路 一直在关注我 后来我们就在那儿聚了聚 然后再向下游走 到了峰林洞 过了峰林洞进入陕西 然后在这个华音县 我的朋友虚实 就是郭军家里 又住了那么那个农村啊 合作医疗 新农河 他家的媳妇是做新农河的 在他们家 住了那么几天吧 这才骑车子回到了西洋 然后呢 又待了这一段 待了一段时间呢 在西洋也没待多长时间 我又把那个猫 驼运到北京 花了八十块钱 当时飞机能驼运 火车是带过去的 这样我们一块飞回了北京 这时候呢 我马不停地的东西一放 因为我就住在鸟巢旁边 鸟巢旁边 就是东边会中旅 北京孩子都知道啊 会中旅 当时那个奥运会 已经成立那个 尿检测试机构 已经成立了啊 所以当时有一个网友 是在这个奥运会 尿检这个机构工作 他在路上就跟我联系 说到我们这来可以化验 最后 我马不停地的 跟他做了联系 对不起 我把这个名字忘了啊 这个谢谢这个哥们 到找见他以后呢 进行了化验 这化验又花了那么多天 后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你的化验 你的样品是失效的 是无效的啊 你想我走了这么一大圈 他是最佳的 这个化验期应该是在24小时之内 我说那了得那我得飞回去啊 那我这个事呢 就干脆下次吧 下次我一定这样干 回头说一说几句啊 在这一路走的这一段时间内 返回北京的这么一个周折过程中呢 也有些媒体跟我联系 那些媒体似有似无 像影子一样跟随着我 他们也关注我 听说我看到我的报道 很关心这个 这个二楼森这个水水水害啊 但是他们想来 可是一想这直冬天 怕那个镜头啊 到这以后那个镜头 会不会发霉 一冷一热 发霉 产生物 发霉 发霉以后一个镜头 就几万块钱就报废了 所以他们不敢来了 最后就退却了 当时的零下温度 应该当时温度还可以 但是呢 他们经过这么一折腾 他们再去的话 应该到十一十二月了啊 温度降到零下二十五度左右啊 我去过最冷的时候 还是二十八度 后来这个 我在第二次去的时候啊 我就给自己定了个目标 第一是取水 第二 是跟这个乡民们去探这个园 就是好多年轻人 在上一期大家看到那个 在那个十大拜那个井 旁边停了几辆摩托车 在那个沙漠里头 他们骑摩托车就跟骑马似的 没有路 完全没有路 高的低的那是石坎呀 种的草呀什么的 它可以哇飞跃起来 然后坠入秋底 然后再冲呀冲上天 啊特别疯狂 有时候头都都都都都都 快倒了倒了又起来 所以我坐在他后边 比他们还害怕 哎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我想探一下这个 骑着他们的摩托车 也约了他们去走一趟 这事最后成型了 先先先先 先朝中来这做做 哦 这这个出目惊心的一件事情 哦 这又这是脏水 这是脏水 人份尿洗衣化学药剂 这一天就 这一天放入 原来都是现在都住的 这个就几个老汉 年轻人都出外出大 老汉舍不住的 就像我两个老汉都舍不住大 一天走 要是不会了吧 你们把我都坐下来 五岁我都在煮 就像我两个老汉都在看 一下后边 一天走 我说 这个乌鸣 但是我去pedo 着什么呢 我去就给你 那个乌鸣 如果是个BLE 或者是个乌鸣 我去的乌鸣 我去就迢鸣 然后再去迢鸣 我去乌鸣 你不是什么 我去的乌鸣 你不是这个乌鸣 就会迢鸣 走 那你乌鸣 如果你跟乌鸣 你是什么 中间这一道是从城市中间,然后这一道是从西方。 这个滑青楼过来就是西镇,西镇里还有十几公里,那水都在这,全家这水都在。 那一条线呢? 那是西方城楼过来。 三条线,西方汇西在这? 对。 对。 河岛 在江湖上 河岛 河岛 这就最怕我这个好处 为什么我对这个这件事感兴趣呢 因为说个大概啊 因为以前也多少提到过 这个定边线这个茅苏沙漠 就109国道这一带的 明代长征这一带呢 这我说的这都是这 这个地方的地理风貌 标志性的建筑啊什么等等 这地方就是盛产 不叫盛产 就是说是只能产小杂粮 小杂粮一般就是除了麦子玉米 包括那个红薯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的话 饭纸所有的其他的粮啊 豆啊什么都属于小杂粮 对吧 当然最多的我记得这个 丁边线这一带啊 种的就是黑豆 小豆 小扁豆 最著名的是向日葵啊 那个公路边全是爱磕挂子的人 有福了啊 但是他不他这是重要的油 做料啊资源农民靠这个要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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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要挣钱的对吧 所以这个小杂粮它的特点就是特殊每个杂粮每一种小杂粮都有自己的特点 生产周期短 地利要求不是那么严格 快种快收一年种几斤等等啊 产量还蛮大的啊 还有桥麦对吧 桥麦的桥面 这个这个大家这西北人都爱吃他们这个桥面做的面 这个以前他们种这些东西的包括人民公社时期啊也是这样就种这个 后来那个人民公社改制以后 埋了人民公社以后呢他们私人自留地也是种这些东西 另外市场开放以后呢 乡二葵在市场可以卖到一个好价钱 而且他们又到新疆引进的那个白兰瓜等等 所以农民是日子看来过着是越来越算是不错 也算是结尖高啊 但是呢自从这个推耕黄林这个政策下来以后啊 哎 这个情况就变化了 推耕黄林实在指的是农耕渠啊 像陕北啊山西啊河北啊大部分地区 长江以北的十一个省都涉及到这个 嗯但是呢草原呢就农牧渠刚才是是农耕渠 那农牧渠怎么处理呢 农牧渠本身就是长草的啊 但是他进牧渠呀 他推的是不是推耕黄林是进牧渠呀 就是在草原上用铁字网 哎 编织从这个一个大概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一个方阵 然后用铁字网这样横竖这样编织起来 那就意味着就是一个是过去有狼狼是过不来了 现在没有狼了草原狼没有 但是有羊啊 这个山羊他大家都知道那个刨根问题啊 要吃就连根跑 而且爬到柳树上吃树 哎 所以说他他他这个对生态损害是非常大的 为了保护这个草长 所以推出的在牧区推出推出的是 禁牧圈羊 就是不许这个羊就传统的到草原上去放羊 那个浪漫的情景再也没有了 哎 而把这个呃 关在家里呀 关在圈里呀 哎 人去采集食料 冬季的夏季的 哎 我见他们经常就把那些干草拿来以后在地窖里发酵 储藏 发酵 进口一系列那个到冬天都是供羊汁去吃啊 现在还是这样啊 金木圈呀 哎 采取的措施就是草原上有大批的这个草原警察 他们就开着那个白色的那个那个那个皮卡 在草原上疯狂的飞驰啊 然后看到了一只羊啊 不管是羊就扑了过去 从羊群里就把那个羊汁就往车上扔 扔一只 扑一只 罚你三十 然后这样叫草原警察 冬民就害怕特别害怕他们这个 因为现在金木圈养了嘛 飞机不断的过来撒那个草籽 那个草籽是羊不喜欢吃的 他们叫毒草 当然不是要毒死羊 但是羊不能吃 羊不爱吃 所以我去这个奥罗村有个这么多年一直都这样 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 就是他们的牲口 这些牲口都是立了汉马功劳 都是大概人民公社时期是吧 公社的羊汁啊 马匹啊 先分给个人以后呢 改革开放以后 现在都 呃 富贤了 每天早上起来 他们还养着 他毕竟是个动物 而且他还可以杀吃肉 还可以做些别的体力劳动 所以没有农活了 没有小杂粮 地要耕种了 牛马没什么用了 骡子没用了 干什么呢 早上起来 石大白他们就 儿子们 儿女们就把这个马牵到的 所谓沙漠上啊 然后把江绳 那个江绳一般都放几十米 四五十米长的江绳 地上一扎 让这个牛马就在草原上 这个沙漠上随便吃吧 就是混一天日子 不用干活 到晚上再把它牵回来 就这样 所以说这个 他们这个进木圈以后 这个农民刚才说的是 那个羊被抓走 被扔到身上 就是偷着放羊 这是禁止的 偷着放羊 就是封闭草原 培养牧场 营造这个生态环境 因为我在那个内蒙西部 都看到那个地里扎的 那个那个标牌 都是维护 就指的是大意识维护金金堂 维护北京的什么什么 就是说北京的这个生态防护 已经扩展到内蒙的中部西部了 这儿的重大作用 革命性作用 都是直接影响到北京了 就为了保护北京 这样有点关系 所以石阿伯说 这个毒水壶特别要命 水里边的那种 到了季节的时候 现在就现在 咱们现在说话这个季节 那种文音自生就开始了 最可怕的是叫猛子猛虫 虫子边过来个蒙古的猛 好像是这样写的 大概 这个猛虫我在当年修铁路的时候 17岁修铁路在山里头 大巴山里 有过 小小芝麻粒大的 趴你这儿 扒这么一丁 哇疼的 又疼还流血 而还感染 可是在那个草原上 就二楼村那个草原上那个猛子 就那个毒水壶里产生的那个猛子 您知道有多大 我跟你这样说吧 我到县城里去修理部 不是修什么手机 修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们问我是从哪来 我说从北京 他说到这来干嘛 我到二楼村 他说到二楼村 若有所思 我说怎么了 哎呀 那是粪坑 垃圾 我说什么意思 那个村脏的 我说怎么脏 臭水 这个地面县城的水 它那地势低 都不做处理 直接排到沙漠里 他指望那个原始的就渗透 就流入沙漠 最后排掉 全最后集中在二楼村了 我说这我知道 我也就是看到那个情况 他说你看 我不说别的 那小范儿啊 小范儿说 一到那个 我们的城里啊 就地面城里人 听见嗡嗡嗡 那声音啊 哇赶紧关窗子 我说怎么了 十五里外 七公里外的这个 这个猛子 就成心绝对像知识飞机一样 就飞到了地面城 那那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吗 是感激吗 还是为了吃饭 还是怎么 反正猛窗 他有他的习惯 生活规律 他就过来了 一旦过来的时候 就是像知识飞机一样的 黑呀呀一片 我说怎么有那么大 那小芝麻粒 他说那哪是小芝麻粒大 全是绿豆苍蝎那么大的 猛虫 飞过来赶紧关窗子 否则你们家得遭殃 进来一个两个 就完了 后来那个我问石大白啊 他就跟我说过这事 他说那个我们这儿那个驴啊 那个在外边放一天啊 基本上猛虫 盛旺盛的时候 基本上是白天 还是 一个鹤驴 他的那口音叫吧 黑叫鹤 白天还是鹤驴 到晚上就成白驴 晚上去去牵回来的时候 就变成白驴了 怎么回事呢 猛虫鸟的 因为他们给沙漠里挖了几个坑 这个牲口在那个驴啊什么 在这草原上 咬的实在受不了的时候 他就会在地上打滚 后来我们就把他腰在这个坑里 赶到坑里 半截坑里 他在地上好大 好在是那个坑壁上蹭身子嘛 蹭蹭蹭蹭 最后烂了 流浓了 最后黑驴都变成白驴了 你想想多严重的啊 这要是人怎么办呢 所以特别可怕 所以我 我说我一定要看看这个 这个毒水壶的这个来源 这个万恶之源 由何而来呢 所以这个 去之前呢 第二次去之前呢 我把这一系列 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了 因为他们这是在 第二年的八月 接近一年的时候 我再次到二楼村的时候 他们说我们已经有 已经有手机了 然后给我打手机 他的儿子石战国 对石战国 跟我通话说你来吧 他组织人带我去 寻这个水源 所以 我们就开始了一次 寻找污水支援的一个旅程 非常艰险 非常艰难 得亏这个 这个斯蒂夫 这个美国导演 有过一段纪录片 他中途记录过我们这个事情 我就摘出这么一小段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